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历届part1的部分 解方程式2x平方减3x减3等于0 那它后面有写这句话 答案准确是小数两位 你就要自然的想到说 它应该就不是一个有理数 如果是分数可以呈现的话 一般上会叫你写成分数等等的 分数或者是带分数这样子 那为什么它会叫你写准确这两位小数呢 应该就是有根号的出现 所以这个你也不用去看它能不能够因式分解 应该是不能的 OK,所以直接套公式 -b,-3就是正3 正负b平方,负3的平方 减去4ac 4乘2乘负3 那这一边会得到正3 除以2a,2乘2 那正3加减 负3的平方9 428,8324 负负得正,所以加24 24加9等于33 所以它就是3加更号33除以4 还有3-更号33除以4 那这个你这样子来呈现的话呢 因为它有 当它题目里面有要求说答案总确是两位小数 你就要去按计算机给它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买计算机 因为我有一位同学要补习补到差不多要接近大考的时候 他才讲老师我还没有买计算机 请买CASIO 这个是越南牌的 CASIO的 FX570MS 570MS OK 所以那个版本呢 是同考可以进考场的 他们同考那边呢 是有给了一系列的一个建议 然后只能这几款进考场 所以当然我们几乎呢 都是建议用这个CASIO 570MS OK 然后呢 就按计算机了 当然这个呢 你按计算机 就是3加更号33 再除以4 OK 你就会得到2.19了 两位小数 然后呢 如果放减的话 你就会得到负0.69 对吗 两位小数 OK 所以最后呢 写成这两个答案就可以了 第一题选择题 如果 竞选进来的 OK 那如果 这一个X平方加X加A 的完全平方 加上5个2X平方加2X加A 再检视 它的值是16的话 而且X平方加X减4等于0 那A的值是多少 进会呢 你可以看到它写的第一行 它应该就愣着了 哇 怎么怎么这么复杂 对吧 那你如果是展开 而且它这个展开好像也不太对 这一个的展开 因为它是三项的 它三项的展开 是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加后平方 然后呢 你把两项 combine在一起做了那个公式之后 还要再展开 所以它其实是超级复杂的东西 那这题要怎样做才容易呢 因为它有给这个条件 X平方加X减4等于0 我这个减4拉过去就变成加4 也就是说X平方加X等于4的 那看到这里嘛 X平方加X 我换成4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X平方 2X平方加2X 就是两个4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直接放8给它了 如果你放了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里面没有X了 对吧 我解这个解出来就是A了 所以这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那我们展开 前平方是16 加上两个前程后是8A 加上后平方是A平方 然后呢 5层进去等于40加5A 减4 这个16它再拉过来变减16 所以加16减16去掉 A平方照超 8A加5A等于13A 40减4等于36 这个跟这行一样 OK 所以不用写两遍了 这个呢 可以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变成 9 原本金费好像是要带那个公司 还是什么 结果我就写了这个了 就是A呢 可以拆成A乘A 然后呢 9 9是36 9加4刚好又13 所以因式分解变成 A加9乘A加4 等于0 这个你等于0一定要写 然后呢 就会得到A是等于-9 或者是-4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会是A OK 这题 我觉得算是不错啦 因为它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 普通的同学呢 照样的展开 就会做不出来 好 再来看看 也是第一题 因为它 它有分分段 这样子 如果方程是 X平方减 AX加4等于0 它有两个相等的10根的话 那A的值是多少 两个相等10根 就是B平方减 4AX等于0 对吧 它的B是-A的平方 所以这个要注意 陈佑的这个写法 有挂弧跟没挂弧差哪里呢 就是有挂弧 它的负要取平方 所以就会得到正了 然后呢 4416你拿过去哦 它是正的A平方等于16 如果像像你 像陈佑这样子做 它其实是解不出来的 因为A平方 负A平方等于16 基本上A 不管带任何值 我再补一个负给它 我不可能得到正的 A平方不可以 也是负的 OK 所以这题应该是 正的A平方等于16 那就可以做 开根套之后 放正负 就是正负4 呃 成就的做法 就是有点不太对了 OK 所以这题的答案 应该是1 这题答案应该是1 第二题 若两二次方程是 4x平方加6x加c等于0 有等根 所以有什么有等根呢 你就会想到 看别是等于0 B平方减4ac 就是6的平方减去 4乘4乘c等于0 4乘4等于16 拉过去正16 拉过来除 越减4是4分之9 所以答案是4分之9 这题比较简单一些 第三题 B如果等于x平方加4x x为任何的时数 b可能的范围是多少 这题有一点技巧 OK 我两边加4 左边加4 右边加4 那 这一个呢 你就会发现到 它其实左边加4 右边加4的用意 其实是一个 我们叫做配方 就是2 4的一半的平方 刚好是4 所以我左边加4 右边加4 那这边就会得到一个完全平方 它其实是x加2的完全平方 大家要注意 完全平方的数 它一定是大于等于0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呢 会一定会大于等于0的话 我的B拉过去 我就会得到B呢 是小而大于等于-10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了 第四题 K的值是多少 当它有相等的时等 B平方减4x点于0 带进去-2的平方 减去4成 1成 -K 这个好像是露了负 B平方 所以4的平方 这里是应该是加4K 拉过去 我是看错了吗 我改错了吗 是哦 我应该是看错了 不好意思 答案应该是-1 所以这里应该是有负的 最后除以1 就是-4除以4等于-1 不好意思 我看漏了 这个应该是要有负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带那个带系数的时候 它的那个正负符号也要带进去的 除了这个B平方以外 因为它平方嘛 负的平方就会变真 正的平方也是真 所以除非它有这样子B平方的情形 你就会发现到我带那个负跟没有带那个负好像不影响 但是最好养成习惯了 你如果怕乱的话 所以呢这个正负符号一定要带进去 OK B是负气 然后呢 夫妇就会得真 就会加28 那因为B平方是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所有的平方数都一定是大于等于0 不可能有负值的出现 然后呢 再加28呢 它肯定就是大于0的 我这个笔好像是断 所以就是写的好像不完整 所以这个B平方减4x呢 说明了它一定是大于0 对不对 那就是两个相亿的时刻呢 所以你看啊 有时候呢 看起来好像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就照样的去算它的 算它的那个判别式 在过后呢 就应该是有一个方法来进行判断的 OK 第六题 以至K为时数 4乘上K加1 x平方 然后呢 这个 好复杂 不要念了 OK 这个方程式有两个相亿的时根 两个相亿的时根 代表说 判别式大于0 判别式大于0 B平方减4x大于0 那B是什么呢 整个要带进去 这个助力啊 所以2 整个的平方 22就会得到4 OK 就会得到4乘上2k减1的完全平方 减去4ac 我的4 我的a是4k加1 我的c是k减1 那这边你会看到我约掉这个4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我其实是每一项呢 除以10 这里是一项 这里是一项 这里也有一项 不过呢 0除以4好像是没有影响 所以你感觉上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就可以约掉那个4 所以前面呢 展开平方 前平方减两个前程后 得到减4k 加后平方 加1 然后呢 这个k加1 乘k减1呢 相当简单 它其实就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k平方减1 所以这个4 负4再沉进去的话 我就会得到负4k平方 减减变加4 这个有点跳步了 跳了一下了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 下一步呢 你可以这样子 如果你要写多一步的话 它其实是下一步会变这样 负4再沉进去 就会得到负4k平方 加4 4k平方减4k平方 去掉 1加4等于5 负4k我丢过去对面 然后呢 再除以4 我的k就会小于四分之五 OK 然后呢 小于四分之五呢 为什么会有 会有这个不等于负1呢 因为我们呢 做这个1月20 每一次大家都要注意 它的a 它的这个x平方的系数 不能等于0 那这里k加1不等于0 k就不可以等于负1 对吧 所以这个k负1是这样子来的 OK 所以请不要忘记 它这个陷阱很多同学会忽略的 很多同学会忽略的 第七题 mx平方加2m加3等于0 有两个相等的十根 就是b平方减4k等于0 b是2m平方减去4ac a是mc是3 层展开啦 对不对 224m平方 432 过后呢 抽4m出来 然后呢 m就会等于0 或者m4等于3 然后呢 层又就是很开心的 就选择b 对啊 错 答案就错了 会有什么 因为啊 x平方的前面系数是什么 是m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m不能等于0 对吧 所以你看啊 这个陷阱啊 一定很多同学会踩下去的 所以呢 大家要切记切记 第一步步骤 你就去看它的那个x平方的系数 千万千万要记得 x平方系数不能等于0 对啊 所以这个呢 答案呢 就要把0去掉 答案只有donkey OK 所以这个是不可提议的 m等于0 是不可提议的 alright 第八题 以至alpha beta和k为实数 alpha和beta呢 为这个方程式的两个根 alpha呢 不等于beta k的取值范围 它有两个根 alpha不等于beta 什么意思 两根 两个相亦十根 对吧 对吧 而且是实数 两个相亦十根 所以代表说 它的判别是大于0 判别是大于0呢 我们就 这个要注意 因为它是减 减x平方 这个减x平方 拉过来就变加 x平方 所以原本是加2 会变加3 注意啦 k加3 所以我们的k不可以等于-3 OK k不等于-3 所以答案应该是c d或者是e啦 这个你自己标一下 因为这个k加3不能等于0 k不能等于-3 过后呢 判别是大于0 我们就会有b平方-k的平方 减去4ac a是k加3 c是e 这个展开得到k平方 负4层层进去 负4层进去 应该是负4k 减12 对吗 那这个呢 为什么我直接做下去给大家 因为这个呢 还没有学 大家还没有学 这个其实是 当然是快要学了 它大概是高2的课程 也不难 我也可以稍微的讲一下 我们这一种一元二次 遇到不等式 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 你可以因式分解 变成k-6 k加2 这个跟我们之前 等于0的时候的做法一样 过后怎样呢 这个k-6等于0 k就会等于6 我们写在这边 k加2等于0 k就会等于负2 我们写在一个数线上 当然6比较大 负2比较小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写 过后呢 我们就放正负正 为什么正负正 因为数字 如果你的k的数字 大于6的话 我这一边减6 我还是正的 这个加2呢 我还是正的 两个正的相乘 就会得到正 反观呢 在这两个数之间的话 一个会得到负 k-6就会得到负 比如说我们放0 0-6得到负6 0加2得到正2 所以一个负一个正 所以这一段呢 一个负一个正相乘 就会得到负 然后呢 后面呢 又会得到两个负 负 比如说我们负3 负3-6负9 负3加2负1 两个负负负 又会得正 所以他就会变成正 所以这一种题目 一元二次的那种不等式 你只需要把那个点 block上来 然后呢 从最右边开始 正负正 如果是高次方程是四次方 有四个东西相乘也好 他从最右边开始 正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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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样子来alternate ok 所以现阶段我也不要讲 这样多了 这个 这个是有 持续我们会上 不过呢 没办法 因为这个力界题 如果遇到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这样子来解 可以了吧 所以呢 最后呢 因为他是大于0 他要正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k呢 就小于负2 或者k大于6 因为负3对吗 负3刚才我们讲了 他不可以等于负3 刚好又在这个range里面 所以他要特别标说 k不等于负3 ok 答案就是 第八题的答案是同意 那第九题 2kx平方 看到吗 所以k不等于0 这一边我每次看题目的时候 我就标在上面了 然后呢 有10根 有10根是什么呢 我们每次讲说 两个相等的10根 我们就是等于0 两个相亦10根 我们就说大于0 但有10根就是可以等于0 可以相等吗 两个根可以相等 两个根也可以不相等 所以就变成了大于等于0都行 只要不要小于0 因为小于0是50根 无实数解 所以这个呢 就直接是大于等于 两个都行 大于等于 求k的值 判别是大于等于0 我们b平方减4ac 大于等于0 展开负k 负2k的平方 就会等到4k平方 428 8k乘进去 就会得到负8k平方 减负8 然后呢 4k减8 等于负4k平方 减8k 我们除以负4 除以负4 就会得到k平方 加2k 大于就变小于 记得这个应该有学过 不等是里面 如果我除以负的值的话 它就会符号对调 过后呢 在因识分解 我抽k出来 然后呢 k这个就等于0 这个k就会是等于负2 正负正 看到吗 而且k不能等于0 所以原本 如果我照这个来解的话 正负正它是小于0 是哪负的部分 应该是负2 小于等于k 小于等于0 但是因为这个条件 它这个等于就去掉了 因为它不能等于0 所以这个答案的 就是c 第九题 答案是c 第十题 k最大的整数 使得1元二次方程 是没有10根 没有10根 就是小于 这个判别是小于0 b平方 负4的平方 减去4ac 那这里四四十六 负负得正 正式可以拉过去 减10除以4 对吧 没有等于 因为之前有放等于 它可能放了小于等于 所以我写没有等于 它就差掉 so 不是 因为做到小于负4 它就全了b 对吧 小于负4可以等于负4吗 不可以等于负4 所以我们就要往下 往下的话 就是小一点 就是负5 而且它是整数 整数的话 就是负5 就是最大了 ok 所以我稍微画幅线一下 就是说负4在这里 负5在这里 它要比负4来的小 但是不能负4 那我们就唯有全负3 所以这题也是一个陷阱 也是一个陷阱 因为这里没有等于的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少过它 不能等于它 ok 非常可惜 你看做到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圈的时候就全错了 ok 好 那再看一下 这个第一题 以致一元二次方程是x平方 减2ax 加3a等于0 有相意识跟 换别是大于0 而且a是正整数 那我们判别是大于0 就是a平方 其实是负a平方 不过那个负呢 也许平方 那个就会去变成正 减去4ac 这个是3a 所以应该是漏了这个a 那你就会得到a平方减12a 抽a出来 记下去应该抽a出来 a乘上a减12 大于0 那a等于 这个就等于0 这个是等于12 那大于0 正负正的话呢 大于0 就是选正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小于0 或者是大于12 那问题是它讲正整数 所以小于0 那一 part不能拿 只能大于12 大于12 最小的值 就会是13 一样的 跟前面那题一样 不能等于12 好 所以呢 就只能选13了 ok 大概是这样的 我中途takeover继续做呢 就是因为这个有点 就是超出范围 1元2次的 不等4 你们是还没学着 看多一次 第二题 以至2x平方 减bx减b等于0 没有10根 没有10根 判别是小于0 这个经贿就写在这边的 那b的取值范围是多少呢 我们的判别是小于0 负b的平方 减去4ac 4乘2乘负b 负b的平方得到b平方 负负得正4288b 那接下去呢 这个小于0的话 我们抽b出来 这个b呢 就是等于0的 这个是等于负8的 正负正 它是夹在中间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答案呢 b就是要选负8到0之间的 OK 好 第三题 这题有少 有少许的 可能你们还不习惯 这个函数的写法 函数呢 文科班呢 他们是放到了高三 以往 我们初中就学了 我的年代初中就学了 其实你不要看它这么复杂 它反正就是 function of x 其实你可以讲它是y 这个y等于x平方 加2x减2 然后呢 这个gx 你就把它当作是z z等于负2x平方 减12x减23 然后呢 它就讲说 哦 这个fx加kx fx加kgx 就是这个y 加上kz等于0 有等根 有等根 就是判别是等于0 然后呢k k呢 它会有两个值 然后呢 它要你找这两个值是多少 ok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只要把fx 把这个带进去就可以了 就是x平方加2x减2 然后呢 加上k 乘上这整个东西 等于0 我们k乘进去的话 我的x平方的系数 就会变成1减2k 我的x的系数 就会变成2减12k 我的常数项呢 就会得到负2 减23k 那接下去 因为有等根 判别是 等于0 b平方 就是2减12k b平方 减去4乘1减2k c是负2乘负23k ok 当然这个你 抽付出来 这个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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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呢 可以变成这样子 等于0 好 那我们展开一下 前平方 减去两个前程后 224 48k 再加上后平方 144k 平方 这边就先做什么呢 那先做这个 呃 后面的展开 2 1乘2 加上23k 减去4k 减去46k 平方 等下应该就这样 等于0 那过后呢 这个可以除以4 可以除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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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直接约掉一下 这个等于12 这个除以4 4 3 12 24 24 64 24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1减去12k 加上36k平方 呃 这个4就不用沉进去了 我们就照写 呃 23减4 就会得到19k 再减去46k平方 再减去46k平方 OK 36减46 等于-10 如果拉过去对面 就会得到10k平方 所以这里19减12呢 就会等于7 拉过去对面就变成-7 k 1加2 等于3 拉过去就变成-3 3减于0 过后呢 我们就交叉成因式分解了 呃 10 -10加3 对 -10加3 就会等于-7 所以它应该是可以变成10k 加3 乘上k减1 等于0 啊 那k的两个值呢 分别是 f-10分之3 或者是 1 那当然k1大于k2 那k1应该就是1 k2就是这个 呃 -10分之3 了 OK 那接下去因为板位有限 所以啊 我必须要 用另外一个比线外面 过后呢 第二的部分呢 它就要证明说 哦 如果你带ke的话 它是小于等于0的 你带k2的话 它就会大于等于0 怎么 怎么说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步骤 我们带1进去 我们先带现在哪一个 先带ke啦 先带ke就是1咯 我们带1进去呢 1-2呢 就会等于-2x 对吧 -2x平方 然后呢 然后呢 是减10x 这个呢 就会得到减 25 然后呢 这个不是等于0了 这个时候就不知道了 那 会怎样 会怎样呢 它是 我们要怎样看的 我们应该是做配方法吧 配方法 前面抽负 2出来 它就会得到 加5x 然后呢 要整 加加加5的 一半的平方 就是2分 就是2分 5的平方 减2分 5的平方 过后呢 外面再减 这个25 好 那这个配方法呢 就会做到 -2乘上x 加上2分 5的完全平方 这个展开 它会得到 -4分 25 乘 -2进来 就会变成 加2分 25 再减去25 那就会得到 -2 x 加2分 5的完全平 我要这样做吗 我这样做好像很难 我好像不太会 这个 函数的 那个配方 没关系 我们做到了 这个之后 我可以用 我可以去计算 逼平方 谢谢 谢谢 好像也不行 好像也不行 还是真的是要做 那个配方法 真的 所以 这个好像是 2分 5的平方 减去 5的平方 再减去 25 所以是 -2 乘上 x 加上 2分 5的平方 加上 2分 25 减去 25 当然这边 好像就会得到 -2分 25 所以这里是 负的 这边 也是会是 负的 所以它一定 会是 整个 都会得到 负值 所以它 永远 都会小于 等于0 是这个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 同样的东西 你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就是带 带这个 -10分之3 进去 带 -10分之3 在这一边 有点懒惰 10分之6 对吧 沉进去的话 应该是 10分之6 0.6 0.6 这个就 直到 1.6x平方 再加上 这个是 10分之 1.6 不太好 这个 我们带进去 我带 -10分之3 进去 负负会得 增 月减的话 就会变成 5分之3 x平方 等下我们 下一步再加起来 然后呢 这个是 2 乘3 12乘K 它月减2的话 就会得到 6 6 3 就 6 3 18 然后呢 除以 负负得正 然后 这个是 x 然后呢 这里是 负2 负23 23乘3呢 就会得到 69 10分之6是9 负负得正 最后呢 这个是 5分之 8x平方 加上 5分之 28x 然后 这个是 负20的 所以是 加上 49 10分之49 那 这个呢 会大于等于0 一样的 它要做配方法 它要做配方法 这个我不继续证明了 那个做法 大概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继续 做下去 就可以了 有点难度 板位有限 还有 刚才谁进来 陈佑进来的 是吗 陈佑呢 这个后面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做的话呢 你继续做 做完它 OK 呃 贵的话就做了 这是 金会的 Part 1 我们在讨论这 历届的Part 1 是你跟金会做的 第四题 如果二次方程是 有十根 求M的范围 有十根呢 是大于等于0 判别是大于等于0 所以这个呢 判别是大于等于0 这个你的条件没有下 OK 它不是等于0 它是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 可以等于0 OK 那这个是B平方 减去4AC OK 没有问题 这一步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下一步好像是错了 怎么错呢 因为它负二的平方 就会得到4 一减3M的完全平方 没有这么简单 它要展开成三项 我们迟一些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展开 前平方减去两个前称 后是6M 我的笔有点卡的 所以我用这个Zoom的笔吧 再一次 它是4 负二的平方得到4 然后前平方减去两个前称 后是6M 加上后平方 上上9M平方 OK 然后呢 这里也是有4 我个人觉得这个4不要沉进去 为什么 因为你下一步 你可以把那个前面跟后面都除以4 那个4就会去掉 所以我只需要把7沉进去就好 731 减去724M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大于等于0的 4我们月掉它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9M平方减6M加1 这个是我们习惯M平方写前面啦 这个负成进去 就会得到加14M 减21 大于等于0 所以是9M平方 加上多少呢 加上8M 好 然后呢 一减20呢 就会得到负20 这个是大于等于0的 那接下去的 那接下去的 接下去的 接下去的 接下去 B平方减4AC 哎呦 等一下啊 那个手可以去吧 OK 所以这一个怎么做呢 我看的答案是9分之10 如果9分之10 我有时候偷看那个后面的答 9分之10应该是这样子猜啦 对啊 好像是哦 OK 这两个乘18 然后这个是1啦 这个是乘到负10加起来8M 所以是9M减10乘上M加2 好 大于等于0 那大于等于0的话呢 呃 我们画数线 9分之10 这个是负2 增负增 取值范围 它要大于等于0 所以是小于负2 或者是大于10分之9分之10 呃 9分之10 大于9分之10 是咯 大于9分之10 是咯 后面答案好像不对 还是有什么条件呢 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是 这一个不能等于0 对吗 M不能等于2分之 3 2分之3是1.5哦 1.5 这个是1又9分之1 应该是比它更大一些 所以这个呢 这个条件要补上去 所以它的M的值 要小于等于负2 或者M的值要大于等于9分之10 而且M不等于2分之3 OK 应该是这样子写 啊 我看懂了 后面的答案怎样写啊 后面的答案是写 9分之小于等于M小于2分之3 再M大于2分之3 也就是说它在2分之3这边断开两半啊 然后呢 刚好就是把这个2分之3给跳掉 但是这样子写其实就OK的 可以吗 这样子写其实OK的 就是说 M大于等于9分之10 呃 同时它不等于2分之3 啊 这样子就可以切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这个是16题的做法 第17题 M4X平方减12X加C 有两个不相等的10根 所以就是判别是要大于0 所以我们用4X平方 呃 我们用什么呢 判别是B平方减去4AC大于0 展开一下 我不是很想展开 哈哈哈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可以跃掉的 446我跃掉两个4基本上是3的平方 所以它是9-C大于0 C就会是小于9 诶 当然我不鼓励这样子跳啦 因为有了很多同学会做错 所以你还是展开144哈 12的平方144-144-16C 大于0 这个拉过去144大于16C C就要小于144除以16 这个你除出来其实是9来的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C小于9 可以一样的做法 只是我 我很懒的哦 我看到4可以跃 4又可以跃 OK anyway大概是这样 第6题 第6题 1元2次方程式 没有10 判别是小于0 对不对 然后呢 注意啦 这个K是什么呢 不等于0 这个你一看题目的时候 你自己要写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判别是哈 -2的K加1的平方 b平方 减去4乘 A是K 而C是这个-K加1 对不对 这个是小于0的 我们展开一下这个是224 K平方加2K加1 好 然后呢 这个是负负得正 正的4K乘进去 K平方加K 为我们乘K不要乘4 因为这里前面有4 后面有4 是可以除掉的 所以K平方加K平方 得到2K平方 对不对 2K加K 就会得到3K 对吧 然后这再加1 小于0 所以这个是2K加1 乘3K加1 这个因式分解 先要当简单 所以我们之后呢 就画数线了 这个呢 是负二分之一 这个是负一 正负 正小于0 就是夹中间 然后呢 负1 小于K 小于负二分之一 哦 这个刚好哈 这一段呢 是没有夹到这个等于0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不 不需要写 啊 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写 ok 呃 刚才迟进来的同学 我不晓得有没有讲 呃没有听到啦 这个是一元二次方 这一段哈 一元二次方的吧 我们不等式 我们其实还没上 ok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历界哈 他会呃 呃 参进来这样子 那他其实做法 其实也是不难的 你照样的做什么呢 做因式分解 啊 这个是因式分解 你们会吗 只是说我们要怎样 挑那个答案呢 我们假设前面等于0 他就会等于负二分之一 你假设后面等于0 他就会得到负一 你就画在一个数线上 看谁大谁小 你也放好那个位置 就从最右边开始 正负正 为什么正负正呢 因为在这一边的值哈 他会使到两边都是正的 正成正等于正 然后呢 在夹中间的话呢 一个会是正一个会是负 正负就会得负 那后面这一边呢 你就会变成两个都会得到负责 负负又会得正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原理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机械化的做法 我们就排好之后放正负正 然后我们挑那个 那个范围就行了 ok啊 那第七题 若x平方就是这个有十根 有十根就是大于等于0 判别是 这个x平方刚好他系数是1 所以不影响 然后呢我们就t 判别是 2乘1-m的平方 b平方 减去4 a是1 c就是这个2乘3加m 好 然后 有十根大于等于0 22的4 这个展开前平方减两个前乘后 加后平方 ok 4 2乘进去326 加2m 为什么4又不要成那样 因为又有4 ok 所以是m平方减2m加1 减6-2m 所以就会得到m平方-4m-5 这个音试分解不难 m-5乘m加1 画数线 5跟-1 增负 增 增 大于等于 有等于就放十星圈了 就是说 十星圈就有包括这个数字 所以m呢是小于等于-1 或者m呢大于等于5 ok 这一题的做法还是这样 好 我们看最后一题了 最后一题 第八题 如果一元二次方程式没有十根 判别是小于0 k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这个你还没整理对吧 所以你要把它全部拉去同一边 x平方- 我一般上习惯放正的在前面 因为这个k 这个x拉过去是加1来的 所以是1-6k乘x 好 然后呢这个-12k拉过去是加12k 这个加2拉过去就变减2 ok等于0 所以它判别是好像有点出路 对吗 你的b应该是用1-6k 你的a应该用12-2 不是2-12差别差多少 差一个负啊 它会差一个负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它的做正确应该是 b平方减去4ac a是1 c是12k-2 那它是没有十根小于0 我们展开一下 前平方减两个前称后12k 加后平方36k平方 -4啊这一回要沉进去 因为前面没有10 -4沉进去-48k -4得正42得8 小于0 我们有36k平方 减去-60k 加3 9 好像可以越减3 对吧 好像可以越减3 越减3 越减3等于12k 越减3等于20k 越减3等于3 14分解得到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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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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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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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8 18 18 2 6 6 3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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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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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 19 21 26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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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